新北市長侯友宜登記參選 包括市議員邱楓瑤 江宜貞 參選人呂家凱等子弟兵的陪同下 來到新北選委會 整個申請過程7分鐘時間 侯友宜稱讚選委會效率好 完成登記 參選連任 9月1日9點9分 效率很高 7分鐘 謝謝你們的幫忙 謝謝我們新委會會同人的希望 9月1日完成登記參選的侯友宜 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表示 已經苟選的辯論 不是外界說的接下林佳龍的站鐵 而是現階段以市政為工作目標 選舉按照既定的行程 4年前以公開辯論的方式 和黨時的參選人蘇貞昌進行過辯論 這次的競選也不例外 4年以後我一樣 跟市院長同樣採取4年前的辯論謀選 我們大家一起就政策來連任 其實我現在一段還是不到 我的市政組合要好好地學習 因為只有做事 然後時間 因為新北市向公託 我要完成一把時間 我的日照中心要請你再充斥 包括我的溫宰劍整個在開花 還有軌道建設 一條一條在蓋的過程當中 我需要繼續努力 多少 來 這樣 紅友宜參選連任登記 除了子弟兵陪同之外 也特別介紹兩位競選辦公室的政治實習生 分別是台大政治系鄭浩文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 暨政策學系碩士生彭康傑 要讓年輕人協助推動支持18歲公民權投票 把他們的想法 能夠落實的事情出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特別對這樣的進行 我支持18歲 五公民情 所以希望大家出來復結 讓五公民情 18歲能夠順利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所以我們這兩位 我們的政治實習生 年輕人 這些對這一塊體力有任何的 要幫我們追蹤18歲公民選 我們一起加油 至於何時會請假參選 紅友宜表示 議會還有市長質詢 預計會期最快要到10月20號後才會結束 要先把市政做好 也讓議員好好監督 要請假 打選戰 最快一定是要等到10月20號之後 記者林立如 新北採訪報導 我們還有市長 2月1,2月7月8日